金融市长青书画会目前正在无话中心三楼一郎举办连展 展出近百幅书法和绘画作品 指导师马水成针对每位学员喜好和专长个别指导 所以每位的学员作品都很有个人的特色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金融市长青书画会这次连展以花鸟为主 牡丹花富贵是学员的最爱 孔雀鱼药 狐狐生风 松丰关铺 田园山居 直上世界多姿多彩 指导老师马水成针对每位学员喜好和专长个别指导 所以每位学员的作品都很有个人特色 马水成老师写画 他的画跟他的诗法 他教法跟一般的学校不同 为什么我们叫英才师教 但是他是印 印妇的印 他是每个人不习性不同 他的程度 有的是新来的 他可能从开始这个颜色的画法 跟这个下笔可能都一窍不通 有的已经十几年 他老师一讲 他可能一画他就知道 马水成老师要求学员 每次连展都要选定一个主题 像是会长 老师就建议他画老虎 他今年他说这一次你展展你画符好了 因为也有冬季 冬季你画符要画哪一种 要画北方符 才符合这个冬天 所以我这一次画的符是等于北方的符 所以他这个流血是枯树 因为这两个老虎他不怕冷 我命名叫做细血三军 一般老虎我们的称呼叫三军 陈仁中还有数十幅书法作品 我们马老师的教法 他不需要他不喜欢他跟着他脚步写 他要多写多灵 多灵这个古人的这个铁 一般的这个诗法 一看起来这个是谁老师 是哪一个老师的学生 一看着就觉得都是灵他的 像这个我们这个就不一样 我们这个有个人写的个人的特色 长青书画会这次连展 在文化中心三楼一廊 展出到1月27号 欢迎民众请往欣赏 分享银法族学员作品中的真性情 记者郑均云采访报道